嗨,你好,我是小黃瓜 現在呢因為不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現在是晚上六點多 周圍的環境呢會有一點點長 所以呢我決定今天我們直接 呃,直接路直升機吧 嗯,反正 你們都懂的呀 那個,知道去 旁邊有什麼聲音都會聽不清的 換你一片安靜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哦對了,還有個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我也在跟幾個非常專業的小姐姐學彩兒嘛 然後就發現原來好的彩兒是他們所有的工具 都是自己有修剪過調整過 呃,比如他們會把買好的摸耳燒 摸製的那種刀耳燒 那種刀耳燒他們會把它摸得很細 然後讓它,嗯,然後再用油靜一靜 靜幾個小時還是多久 主要是這樣的話呢,它位置比較精準 然後同時又有韌性 我說呢為什麼不買淘寶上直接 因為我看到有幾十塊錢一根的摸耳燒 頭特別的小,很精細那種 啊,他們說那個太容易折斷了 呵呵 還有,那我就跟他們學了一招 就是把鵝毛棒,嗯,鵝毛棒的頭剪小 那同時我又問了,我說 那為什麼不直接買頭小一點的鵝毛棒 他們說因為那樣的話毛太少了 但是呢,你把大號的鵝毛棒剪成,用剪刀剪成小號的 嗯,它就會毛量有多 同時呢,它的那個頭又小 我回來在這個機器上也試了一下發現 嗯,聲音是有好聽一點 嗯,我大快也試給你們聽聽看 嗯,如果慢慢這樣發現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嗯,我覺得,嗯,雖然我每天 哦,有些也不是每天了 雖然我每次錄製視頻的時候 掏的都不是真人的耳朵 但是,同樣的,我的掏耳朵技術也跟著他們在進步 嗯,還是蠻有意思的 那我們先拿一個直升機吧 嗯,我知道其實在我說完直升機之後 我後面說什麼都,都其實沒有人能聽進去 嗯,在這之前呢,我們先讓耳朵處於一個比較悶的狀態 先悶稍一會兒 然後呢,我們降低北京的音量 先查一下耳朵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拿出我最喜歡的道具 然後,拿出我最喜歡的道具 做一下魚人 現在呢,把耳朵聲音調小一點點 如果覺得,待會兒覺得不夠刺激 但可以稍微放小一點 但是,建議大家不要長期耳朵音量開太響 我們開始吧 接著… 剛才… 仍然這樣… 還不是… 做一下雷 當時… 唯一唯一唯唯 res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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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